好 帶您關注是在宜蘭頭城所發生的機車轎車對撞死亡車禍 昨天晚間就在濱海路四段 有機車騎士疑似因為精神不計太累了 不小心騎到的對象車道 就當場跟迎面而來 急車來小轎車猛烈撞上 兩車強大的撞著力道 讓機車騎士當場被撞飛 飛到六公尺遠的山壁之上 經過送衣搶救 還是傷重不治 晚上天色昏暗 小客車好好執行 但對上一輛重機卻突然偏過來 只見重機高速逆向直衝過來 小客車駕駛嚇到驚聲尖叫 但人閃避不及 騎士一頭撞上轎車車頭 隨後倒了下去 消失在畫面中 騎士噴飛六公尺遠的山壁不幸身亡 機車則卡在水溝 整個車體中間掏空碎的只剩零件 被迎頭撞上的汽車 左前擋風玻璃隨成蜘蛛網撞 車頭也凹了一大塊 可見當時力道非常大 救護車繞過滿地車殼碎片 開到騎士身邊 當時他還有意識 但送醫後一個小時就宣告不治 二十三歲的秋姓男子 平時從聖木工工作 行駛在宜蘭偷稱海濱路四段 事發十九號晚上七點 他疑似剛下班 精神不濟才會發生意外 不明因使入對象車大 與南往北方向行駛的高性駕駛 這小客車發生碰撞 秋南京宋信和醫院救治 於十九十四十九分宣告不治 今十九測高性男子九二十為零 秋性男子代檢測 詳細的造勢原因有警方調查狀 騎士已經死亡 還需要抽血才能確認是否酒駕 只是他才二十三歲 年紀輕輕就懂得分擔家計 卻不幸車禍身亡 讓人不捨 記者洪方生宜蘭報導